字幕志愿者 李佛 三问讯 李敬师长问讯 供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信佛学法健身 三宝万事明灯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知恩报恩为先 利人便是利己 尽心尽力第一 不争你我多少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忙人时间最多 勤劳健康最好 为了广众福田 哪怕任怨任劳 不失的人有福 寻善的人快乐 时时心有发泄 念念不离禅月 处处观音菩萨 生生阿弥陀佛 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课程是要把第四册 这个十会圆满 然后从下礼拜六七月一二开始 是我们谈经的第五册 所以今天的进度会有一点的感 那今天要谈到 佛陀教我们 六祖大师也是这样教我们 就是说呢 我们常要能够自尽其义 然后自修其行 虽然一切法是如幻的一种像的存在 是暂时的像 但是呢 我们这样不颠倒呢 才能面对过往生命的袭然 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呢 不由自主的会去呢 去做分别攀缘 所以这些颠倒呢 我们还是要修行 那修行的自尽其义 就知道一切法都是空极 这才叫清静喔 这样的修才叫乘法修 才不叫颠倒修 那如能这样呢 六祖大师就说能够清见 就是证悟自己的法身喔 那法身呢 古罗师傅呢 就告诉我们 六祖大师跟佛陀讲的法身 就指我们的清静心 那常常能以我们的清静心 就是能相应我们自己的佛心 那当下就是佛呢 就跟佛没有任何的不同 所以这才叫制度喔 所以呢 跟善知识来学佛 或是来出家 就是要证悟自己的佛心 是跟佛没有不一样 所以这人生的宝贵 就是要做到制度 制度自己的能力呢 才能够帮助众生 离那个颠倒 那这里谈到说 做到自己的心地清静 他就是持戒了 那永远就不离戒了 因为本来每一个法 包括戒 本来就清静 每个人本质就具足的 所以要明白这个叫做 自尽其义的尽 清静就这个意思非常的重要 那这里有提到说 有些信众从各地来 有的从国外啦 有的从南部很远的 那这些都是因缘的缘 你成就了 那我们就要珍惜喔 那珍惜不在于说 这个法师讲的内容 有多好多深 或你理解的多少 都不是如此 而是说这样一个因缘 是过去术世 节下的今生 才能够相遇在一起 这样的果报 就很难得了 那这里大家讲到 五分法圣相的 第一个叫戒相嘛 那这里就谈到呢 那要受戒 你就按照仪轨来进行 那首先就有这个常跪啊 那胡跪就是 外国人能跪的方式 有单跪 单膝或双膝两种 但是这都不是 中国传统的跪法 那没关系 就是呢 你去学习 怎么教你 你就怎么做了 那在这里说 六指大师说呢 而戒相呢 是自心中 没有是非 也没有善恶 也没有嫉妒 也没有贪嗔 这样一个对立 也没有种种种的劫害 种种的这个时间里头 就遇到很多这些 天灾人祸 等等的就劫害 那这个就叫戒相 是你的心中里头 现在碰到你看 现在恶物还在真正当中 那就是劫害了 但是你的心中 有没有对着他产生了种种的不安 或是种种的这些的不满的状态等等 所以因为就是各自的因缘不同 所以有这些劫害的产生 所以他就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做一个国民 或做一个首领 怎么去保护老百姓 乃至保护这个国家 甚至爱护这个世界 那这才叫佛法讲的 这个清净性里面的大慈大悲 所以这里谈到戒相 就不是指一般的这个戒场 要有三思七正等等 传法就是要观想这个 佛菩萨的这个慈悲的那个力量 而成为祥云 然后集中到你头顶上 然后贯彻到你的全身 那这里的说法 师父说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观想 这样的一种情形 就因为我们那个道宣律师 他把大慎的精神灌输在 这个小慎的戒法里头 那实际上是没有另外一个戒体 从哪里出现 因为这个男生律 就是要把小慎的戒 提升与大慎的佛法相应 所谓大慎佛法相应讲五相 一切法的实相五相 就是你大慎这个人就无我 这个戒本来就是亲近 也就是说你没有是非 没有善恶种种的这个对立的分别的心 产生的时候 说哪一个都是跟你一样的 都是呢 就是最做到人的真善美 你一一都能够去把相应来 所以这里呢 道宣律师呢 把大慎的五相五作 贯穿在这个小慎戒里头 所以这样就跟大慎的菩萨戒就相应了 那因为呢 这个小慎的戒法 他在宣布这个戒相 比如说 这个这个 不杀身 不偷盗 不赢等等 这些呢 小慎的戒一宣缩的时候 你搭下去有戒体 但佛法的大慎的菩萨戒 要跟他把这个提升到 没有一个能真实在受用这一切 因为你本来就具足了 不是佛菩萨给你 也不是这个律师给你的 所以叫做什么 大慎无相 或大慎的五作的这样的一个菩萨戒 就跟小慎的就不一样了 小慎着重在相上戒相 而大慎是戒行里面总戒体的精神 一切都是清净 一切都圆满 那这就回到了六祖传的戒相是什么 就指我们的自信的清净心 每一位众生的自信都是清净的心 为什么 因为清净心就是空极 就是极灭 那因为空极极灭股才能够产生 对众生的帮助的这个菩萨行 那菩萨行的话 你能够真正帮助到众生 众生是暂时迷失了 所以你不会错怪他 为什么学这么久还是这样 不会 所以这叫智慧 去观看一切都真正的平等 那这里六祖的大师的戒就不一样了 之所以成为香 香就是修行的成果 你每天都很欢喜很感恩很快乐 那就是香 那这里的戒香是什么 指我们自信清净心 自然就在我们的身口一三叶表露出来 你不要想说看到这个人 我要跟他说什么话 或要对他怎么样的态度 你根本都不用想 就跟你的生命是同一体的 没有差别的 所以叫做自然而然 在三叶中流露 那流露出什么 好这就说到 知道信地本来清净无染着 然后你要对诸法 自己本身清净无染着 对不对 看到对方也叫法 对方的这个人讲什么话 也是法 他对你什么态度也是法 但是你看到这些诸法 有没有贪着 没有 那没有贪着的时候 你会不会掉路 他说哎呀他讲的话 对我是对的 还是伤害的非善恶取舍当中 都没有 为什么 你本身就是自信清净 那看到对方的 也没有去贪着他说 这我喜欢的 贪着又说 那个讨厌的 你叫贪哦 这些都不存在 那这样的话 师父果如师父就告诉我 那既然连事 大家认为说 这样才叫对的 是的 你都不存在 在你的心有这样的念想 那有来 怎么会有来这个非呢 是真的 我们的智慧啊 我们的智慧啊 就像这个六祖大师讲什么叫戒 不是说把你绑手绑脚 说不能呢 非礼物事啊 非礼物听等等 而是怎么样 听到 看到 但心中怎么样 没有贪着 为什么 你的心是清净的 就不一样了 这就六祖大师讲的戒相 那这里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不是例子 就是我们的比丘 那个戒律有250条 他说 有一大部分 那个戒律是在说什么 讲衣波 你的衣服 不能多续 你的波是应量器 那这些衣跟波的问题是什么 让你能够什么 相应到这个小生的身闻 是少欲知足 不被这样一个物相的 引发你五十来的欲贪 那贪不到就相应到撑脑啊 常常让自己的心不得安宁自在 那就是愚痴啊 所以这里说 比丘250条节 有大部分都一波 还有食物的问题哦 那这些问题呢 古鲁师傅来说明给我们了解说 极少适用于现这个时代 而这些戒律在佛陀时代定的 但是没有人敢说不要 如果在现在呢 现代非得为此持戒守戒呢 那处处都要产生问题了 为什么 从前的比丘举一个例子 从前的比丘要带一个滤网喝水 为什么 先滤掉小虫 这样才不算杀身啊 那你现在大家有没有带一个滤网出去啊 现在都自来水啊 或过滤清净的都没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我没有带绿网 那我就犯戒了吗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那果鲁师傅就告诉我 如果你只是在戒相上手持 而忽略的戒条本来的精神 对精神 那你没有守住精神 纵使你戒相呢 哦 说绿网也带什么也都弄好 叫戒相庄严 也仅值于外表而已 你看看这多重要 虚有其表啊 你内在的生命没有厚度啊 你还是觉得怎么样 很多问题你也是怎么样 做得很累啊 所以这里就举出善心比丘 善心比丘你们知道是谁吗 就是那个出佛身邪的 提破达多啦 他准备自己要做心佛啦 那这个善心比丘他很厉害哦 能背诵佛陀讲经的十二种体材哦 以下讲那个寄送 这个方式好像可以唱得出来 有时候讲长行就像散文 那时候有时候会讲音源 有时候会讲辟语 就各有十二种讲经里面的体材 善心比丘全部能够背得非常好 而且他禅定的功夫 可达到四禅的境界 像这样条件都那么具足的 都还因为办法而到地狱受苦 来说明说如果你只是具手文字 没有办法追寻说 佛陀借这个借条或借像的用意何在 所以他没有去了解真实意理 所以借由他回到我们的生命 就像国家的法律 像我们现在很多 我们今天在车上在谈到一个法律 在半马线上有一个人站着 那车人就不能过 所以在考虑这些的问题 对行人 对开车者 包括车流的疏通 这都需要我们的智慧而去制定 所以哪一样不需要智慧呢 智慧的话 让大家便利 生活的舒适 要保障行人的安全 所以种种的一切 你就要了解制定他的这个真理 跟所需要的 而不会只有在表象上而已 所以我这里师父就告诉我们 佛经常常是在意在言外 若死守文字 那就会犯上什么问题 曲解佛法的过失 甚至还犯上什么 办法办佛 所以你要是没有这样一个真实 建议佛法佛教我们的正知见 一切法都是缘起法空极的 因此每个法法都平等 所以你不要在假象上说 哎呀这个才叫做最高最好 然后这个是不对的等等一切 把它当做的实际存在 那这样就会犯上 办法办法的过失了 那为什么这么讲 下面就是古罗师傅举世例子 我们会有曲解所犯的这个过失 他说戒条上有不饮酒戒 根本精神在做什么 规范修行的人远离会麻醉你 麻醉的意思是什么 让你的心智不清不楚 会昏昏昏昏昏昏的 就叫另性不缺的这些东西 你都不要让他跟你什么样 来祸害大你 甚至还有毒品 比这个饮酒还要厉害 所以才说凡事与饮酒相当甚至会更会祸害我们身心的这些东西 那在戒文上你没有记载对不对 他先讲说你疼痛不舒服就可以按这个马飞 他自动就会让你疼痛消除 但做过一次施工就说 总而昏昏碎碎 对我自己身心状况都不清楚 他之后再怎么痛就用禅观 不再靠这个马飞 而来止痛 而心知道身体在痛 然后心不为苦用禅修 而度过术后种种身体带来的不舒服 都能够安然度过 所以说这里说 为什么远离这个麻醉品 就是包括所有的毒品在内 虽然佛陀没有明文在戒条上写这样子 但是你知道佛陀借这条的精神 是要保护我们的心智 要怎么清清明明 而不是糊里糊涂 那又谈到戒 刚才谈到什么 心中的清净心 是没有非的 没有饿的 没有贪生等等 没有劫害才叫戒相 那果如师父就把这个抓到重点 而不是在这个个别的戒相 就像衣服有袖子有下摆 你拿着那个衣领 对不对 就一提 整件衣服就起来 而不会歪七扭八的意思 所以果如师父把六祖大师讲的戒相 提出重点 就是不离开自己的清净心 那你的清净心 有这样一个功能叫智慧去关照 关照说什么可以做 什么对别人呢 有伤害的不可以做 可以做就是可以帮助到众生的 你尽心尽力去做 对众生别人的生命啊 自由财产有伤害的 你可以去做吗 当然不可以啊 所以这叫智慧关照 你的清净心是具足的 但是清净心 就是要发挥功能才是什么叫能够做不能做嘛 所以这时候呢 才能够呢 时时刻刻 谨守一切人事物的奋计 包括讲话 我们说难听说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什么意思 你不要讲的让他起心动念起烦恼啊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就是守什么奋计 一切人事物的 所以做合乎自己身份的事 那就像我们出家人 在台湾 甚至在内地的中国 就不吃婚啊 那你怎么能说 我要去帮 帮我们家的小狗狗或其他的什么东西 去买婚食或什么的 他当然知道那是狗的东西 你不会吃他的 所以他不会认为说 法师啊 你买了狗婚食是怎么样的 所以就尽量避免掉 为了让大家不起心动念 去想了更多呢 那你就没有爱护到众生了 所以这里师父就提醒我们 这个清净心就智慧观照 你什么身份 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让大家不要起心动念 去制造自己不必要的烦恼 那这个做好以后又是重点 不着一项 这才叫真正的慈戒 一般老师比 现在这个姻缘不好 我们不是要不着辞经营戒吗 我旁边又没有一个修行的道人 每天帮我管钱 说法师要出门呢 就帮你呢 付工车票或付计程车费 或付什么吃饭的什么等等 在外面不得已的时候要吃要付这个饭钱 哪有那么大的福报 旁边有个人帮你付钱 那你是不是说我就犯戒了 因为不能拿钱不着持金银财宝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你要把握住 在中国汉地这边持戒的 这样的一种有这些状况 但是你不是刻意为了这个钱财蓄积多了 说以后寺庙养老 那没有人管我或怎么样 那我是不是就不保险 说要多存一些钱 然后怎么样 你不是往这里的 去蓄积你的财产 那一份的贪心或有一个后路都不是 而你能善于管理钱财 而让注重在那吃的穿的住的乃至医药的 都没有问题 那你就要去管理他 那你看我每天都过度财神 那我怎么办 我犯的戒多得多 那怎么办 我要下地狱了 所以你就要知道说你不执着像 那才真正持戒 所以古鲁师傅又回归 讲了这么一个说明后 又回归到一个结论 不偏于违心 心就清静心 一切都平等 因为是元旗法空的 所以你要向上的进入去做 你不要说空的没有实际存在 那众生不了解 他说法师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不了解你 甚至我不喜欢 你不能这样 你向上也要尽量去做好 让众生不要起心动念起烦恼 所以才有不可悦意应有的相状 那如果你非得要这么做 那就一意孤行 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师父将的佛陀讲的 把佛陀讲的法 六祖大师传的内容 很活泼的运用在自己的生命 生命才会自在 自在在生活当中 你在活得快乐 每天欢欢喜喜的 才不会背着自己的身体 背自己的想法 背自己的修行 跟别人的关系 还有事务上种种一切 把你捆绑得很辛苦 所以六祖大师说守戒箱 一个是内心清静 才会无染无非无贪嗔痴 那再来是什么 你以这个政治见 你的心本的清静性就是这样 然后你要做的时候叫四项 四项什么意思 你要跟人家互动 还有说你看 在台湾在中国是不吃荤的 那昨天我才知道说 在其他的国家像越南 或是有什么日本 他们或西藏 因为那是所处环境 没有办法的 他们都吃荤食的 那你要去批评他怎么样 你也知道不吃荤 主要在于什么 众生的生命都是一样 宝贵平等的 而长养你的慈悲心 所以说这里 狗狗师傅说 再来就四项上的戒相 虽然没有办法一一相应 但重要的精神绝对不可违反 各个区域的出家人戒律不同 你看甚至差异很大 刚才我就讲的 但不应该论彼此的是非 对了 这才叫做真正的戒相 戒相就相应的亲近心 就是智慧在观照 各个区域条件因缘不同 那你为什么在这边 我们台湾不吃荤 你越南怎么可以吃荤 等等在那边起争执 戒相就让你的生命能够和谐圆满 让别人也能够和谐圆满 结果呢 因为此界你的智慧的观察 不透彻或不圆满 就有什么其的口征 所以狗狗师傅就跟我讲 这个因缘 每个的戒律差距很大 那你不要去论彼此的是非 不然怎么会戒 怎么会有香呢 香这个修行的成果 让别人得到好处 你自己也得到什么安定 那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狗狗师傅举书 他小时候看到 张家活佛 他穿着很特殊 因为他身形高大 但人很慈悲 看到人家呢 人家就会看到他 觉得很容易跟他亲近 那当时任职国民 他当国民大会的代表 吃荤食哦 张家活佛就是藏船那边的 然后我的施主 就是我古的师傅的施工 东出老人 就建议他在汉船寺院 要入境随俗 也就是说 要从善如流而来如树 那平常所讲的戒香呢 所以这个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有我们的施主东出老人 然后看到张家活佛 因为他现在不在藏船嘛 在台湾嘛 这个素食的很多营养都可以补及得到 所以东出老人就会建议他是这样的状况 不会起口中 那你怎么样如何如此呢 所以说这些真正有修行的人 就会相应到自己的亲近心 就彼此的道心怎么互相去怎么样 互相支柱 互相帮忙 互相提醒 那么多好 就不会说 我持戒很惊严 你就不如我的庄严 都不会这样 那师父说 平常所讲的戒香 是指受戒以后 用戒来规范我们身口意 那这样的戒才能够赶发 你本来的剧主的功德 才会更加庄严 所以说 受生文戒 你把生文戒持好就叫戒香 但是六祖大师不一样 六祖大师的戒香 是我们的心地本来就亲近 所以没有过错是非 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 大圣的菩萨戒 跟小圣的这个生文的戒 不一样的 怎么说不一样 刚才已经谈到 那师父再又再说明 一个从事项上演习 小圣就事项上去 说哎呀这个怎么不能做 那个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一般戒的功夫 那这个向上的演习 让我们的身口意一戒 才能够亲近庄严 才敢发功德 所以有什么 止恶 从善的作用 这是一般戒的功夫 六祖的戒香是什么 本来又没有恶啊 说你要除什么恶 他不具足空性啊 因为你要善 也没有善的法可得啊 存在啊 所以你要成就吗 为什么 都是我们本来的性地 我们的心性 就是亲近心 都是具足庄严 亲近本来没有 是非跟贪嗔痴啊 这多重要 所以我们在细腔上说 哎呀我要戒除什么什么什么 才能够得到什么功德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想想看我们烦恼有多少啊 你戒除都完吗 所以要从这个法的体性去着眼 体性就是空极 本来没切法就空极 那空极它产生的这个假象的这一个 这些你认为有是非有过错的问题 是你的分别心 你没有从你的亲近心 去智慧观照这一切 都是如幻的像 你要是能够真正把这个 放在心里头 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一切 就在真的智慧观照 那有什么都没有问题啊 你不仅戒相 接下来就定相 定相是什么 己读诸善恶境界 自己的心不乱就叫定相 那古鲁师傅把这个六祖大师的定相 就指什么 指智慧的妙用 你心才不会随着外面的好坏 对你的什么 一些种种的分别 你才不会被他影响 就智心不乱 就智慧妙用啊 所以这集谈到 从心地上起智慧妙用 看外在一切境界 都能够如就还给他本来的 那个原貌 你贪 你加不了你的贪嗔痴的 这个加油添醋 贪嗔痴就产生不了作用了 你就是能够怀疑他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对你的态度讲这些话 背后有原因啊 所以背后原因你也不会说哎呀我真实对他真实错或是他是怎么样都没有 根本不放在心上为什么不陷入到这个分别善恶是非啊对错的对我跟你这种种的善恶这恶向里头啊 所以师父把果如师父把六祖大致的定相说定 智慧观照一切诸法皆空 所以对这个境界对这个相种种差别相 他讲话态度的相啊 讲话那个声音的语调啊 还讲话里面的内容啊 那你听起来都很刺耳啊 都是叫相啊 你怎么样 你没有掉进去里面这个相里面 没有掉进去就你不贪在这个种种他对你一切好与坏 哎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说在我们的心啊就不会被镜子转了 啊举出说刮大风下大雨 我们看到在这个电视上或是在你实际在这个台风的情境的里面 看到树木行人被吹得仁仰马分啊 那这就风向 那借着这些像知道风很大对不对 那可是再大的风雨都不能够摇动这个虚空 你没有看到虚空这么大 任各种的云彩 各种的飞机 各种的一切让他运作 那虚空有没有变啊 就举说哎呀 行人都仁仰马分啊 树木都连根拔起在空中飞啊 就像那个什么飓风啊 龙卷风 有没有哇好厉害啊 虚空有没有受影响 所以这在比喻 当我们的智慧能观察到一切境界都是空极 那么一切境就不能够动摇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的心为什么叫空极 就是如虚空一样 能够含荣所有的变化 而他自己不会被怎么样 转动 所以呢会被影响的是有相 有形有相的东西才会被影响 那你的清净心跟虚空一样 是无形无相 是极灭的空极的 那从哪里动摇得起来啊 所以六祖大师讲的定香 不是禅坐以后内心宁静产生的功夫 厉害哦 果如师傅这讲的真的是一针尽血 来说出六祖大师的定香是什么 心性上起智慧 他不是说我现在心很散乱 透过三消心集中然后再达到统一 不是哦 定香是你本来的心就是这么安定 那这么安定才能够产生种种智慧的妙用 知道这一切像是如幻的 我干嘛要跟这边瞎缴获呢 所以就是你看 关照一切法根本不可忍不可动 所以这个定香的定就是 自心本如如 不来不去不动摇的 就六祖大师的本自不动摇本不来去 本自清净一样的内涵 法的实相的内涵就是如此 一切是空极 那在谈到会香哦 是指什么 六祖大师说自心无障碍 而这个障碍的常以智慧观照自性 你知道他一切是如幻的假象 但是这里厉害了 这时候智慧观照他的如幻假象的自性 是怎么因缘和合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果报产生 很多人就是迷惑在里面 那迷惑了以后一直在重蹈覆测 而没有真正观照 这样的一个产生的这种苦极灭道 是怎么来的他都不知道 所以这里呢 说呢 智慧观照一切法的自性 所以呢不造诸恶 那虽修很多的善 厉害哦 心不执着 那不执着以后呢 知道整个因缘的这个变化的关系以后 让你能够自然而然去做到什么 去说我们讲的慈悲去关怀别人 怎么样的一个关怀做起 敬上念下 你看 真敬 所有一切的长辈师长父母 所有的善知识 念下 跟你在一起的兄弟姐妹 法律同学 一切 你都能够心里有他 念着他 让他一切更平安 更健康 更幸福 你看 一个生命的 有生命有品质 庄严的人就会这么做 为什么 慧香 智慧的香 那不仅如此还能够金序孤贫啊 金序孤贫 就是对一些家庭的这个失去父母的 或是呢 没有这个儿女等等这一切呢 或是非常贫穷的 你都能够说 金就只怜悯 能够怜悯他 然后只有这个怜悯嘛 还能够抚恤他 一些钱财啊 或有一些物资啊 就像我们有什么赈灾 对不对 等等这一切 他都有这个福报 也有这个能力 也有智慧 真实去做到 去怜悯 抚恤所有呢 无所医护 父母医护的孤寒 乃至贫穷 这个就是叫慧香了 不是想 我知道了 明白了 真实去做到啊 所以果如师父说 前面的定 是智慧 观照如如不动 这里的智慧是怎么样 慧香是 善观一切因缘 众生在这个情况 我怎么去帮助他呀 而且帮助了以后 你要看清楚问题在哪里 叫善观因缘 而且呢 这个慧香的智慧 又厉害能够做到 善珍惜 而且创造一切的因缘 众生可能不熟 他可能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啊 你如何明白他的个性 明白他的背景 然后让他很有自尊的 很有尊严的 而来接受你的帮助 不会觉得说 我好可怜哦 我是那个被人家瞧不起的 是所以谁需要这种帮助 你不会让他有这种困境 窘境存在 所以要怎么样 善观一切因缘 而且呢 善观还要怎么创造这个因缘 所以阿难尊者才会说什么 将此身心奉承叉 这个身呢 有一个是叫深度的身 就指我们的亲近心 能够开发到非常深刻的状态 而奉献给承叉 所有的有情众生 包括庄严国度 乃至到十方国度去亲近 请所有的佛呢 而来跟佛来请义 来问法来求法 都叫身心奉承叉 那是者名为报佛恩 所以这时候呢 是代表什么 我们身心无所求 无所得 你看 什么叫无所得 一切法本来就是 清静就是空极的 你得了什么呢 那你也本质具足 你还要去往外求吗 说无所求 而是全副的生命投入 跟奉献到 有情众生身上 然后这个奉献到实践里面呢 这整个的过程 整个经历 没有身心相可得 也不刻意要取证什么 为什么做到 因为念念在做的时候 都是以清静心 去做智慧的观照 然后观照以后 一切都是空极 没有真实的差别 真实存在 所以念念就随胜这个因缘 你看哦 所以在说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就是这样 你不会让他 忤逆他的心意 连看到你都不想看 因为你所说的都是 那个怎么样 让他觉得说 有一个尊 有一个碑 有一个高 有个低 有有你 有一个我 那样的分别计较 差别存在了 而念念智慧 能够念念随胜因缘 不造诸恶 你看 你能够让众生 不起心动念 而来起烦恼 这就对了 这智慧能够做到的啦 而且你广消众生 也不起执着 说在各种的人 人的这样一个奋济 事情做的种种的 这些事项 包括这些的道理 是怎么 事情该怎么做好 它这个原理 或是方法 你都尽心尽力去做了 那么这时候就是 你智慧显现 才能够把事情做到好 所以古鲁师傅告诉我们 学禅修行的人 并不是每天都没事干 而是时时刻刻 关照 痴迷一切 你有众生 这个事情怎么做 然后那个物品 怎么不浪费 怎么处理好 所以明天早上换我煮饭 我在想 你不会说你会煮什么 就煮那个 要换冰箱里面的食材 不要浪费 而且又要把它用出来 又有每样的营养的成分也够 然后大家的胃口 口味又如何 你也去揣摩 也相处那么长一段时间 他们爱吃什么不吃什么 你就设法把它弄出来 所以这就是什么 观照一切 痴迷一切 爱惜常住物 如护眼中诸 而且都是信师 辛辛苦苦血汗钱的供养我们 所以看到那些厨余好多东西丢得心里痛 觉得好可惜 所以你不能说 老师要买新鲜的 那放在冰箱那东西怎么办 所以你不要看小事说 这有什么 这就是修行 你面对每一个 一切的因缘 都是你全部的生命 去观照这里讲的 那个修行 讲经说法才叫修学佛法 那个煮饭的火头 什么 那个就不是错 每一样都是修行 为什么 不离你的清净心 说既是戒香 又是定香 而这里的慧香 就是要观照那个因缘怎么去做 你不能说我不会 不会要学 你要去经历 不能说一句不会 什么都不用 错 那你的清净心就失去了 这个什么创造因缘 给你磨练的机缘 你就怎么样 白白浪费掉了 然后尽心做又无所求 心里就会去冰箱看 有什么东西怎么用 然后怎么又吃得健康 营养又均衡 他们又愿意吃 又不浪费食材 然后让不死者才有福 那哪那么简单 我最近听我一个师兄 说他还没出家的时候 在法谷山 就学这个饭菜 要煮啊 他们就是帮忙那个 像有大厨二厨 学到都一直哭啊 一边掉眼泪一边在做啊 怎么那么辛苦不干了 那我没有尽量经历到这些 就是没有关照他这些因缘 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我的体会就没那么深刻 为什么 我都看人家煮出来 那个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就知道怎么配了 然后那个味道少了什么怎么样的 我也用心去体会到 那就体会到 等我煮的时候 我就尽量把我这些问题降到最低 然后不是你会煮就好 你还会配菜之外 还要看有多少人吃 然后是早上的胃口又如何 或包括夏天冬天都不一样啊 所以没有什么绝对的 叫好跟不好 都是你的分别性在做谁 所以刚才就讲尽心尽力吧 你尽你的心力 无能力就到这里 然后那个食材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什么好坏 真的 你这样才是处处 把学到的道理 用在你的生命 表现在生活 那你这个生活 你要怜悯 关照一切众生 都跟有姻缘住在一起 都不好好照顾 那嘴巴打这个旗子说 要去照顾人 要去关心人 要怎么样 讲得不亮很响亮 做得又如何 为你自己知道 所以这里狗师父说 能够做到会像 就能够心无挂碍 这个生命的品质就该这样了 无挂碍 所以心经说无忧恐怖 才能够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才能够往我们生命的究竟涅槃 本来就是究竟的清凉 安乐美好 就是我们生命的品质 我们就是要明白它 去实证它 去应用它 能让时间更加的好 所以师父说 观察到自信是清净 无可执着的 而且不落到空局 说一切都空了 你就不用干啥了 不用去做 哪有这回事 要做 但做的没有人在做 就欢喜的去创造这个因缘 你还会感恩说 给我这个机会 把我这个不会的 透过这次的机会 把它学会了 然后学会一次就够 继续做 所以真的不简单 所以说就是这样 才叫不可思议 才叫做妙相 因为这个妙相成就一切的什么 你看 敬花水月的功德 敬子民的花 有没有实际存在 水中的月捞得起来 所以意思说 你也不在做 你是在做 但是没有实际存在的功德 或实际这个人叫永远不变 这多好 这样能够相应到 才叫功德 也就是我们的会相 真实的应用在 你的生命所相处的 这些人事物的因缘 才没有白活 说的很简单 会啊 你会煮啊 煮得怎么样 你自己清楚 但是我们受用人要不要去批评他 而不用 而是学到我们怎么改进 怎么利用这样的机缘去观察以后 就是学到了 所以每一样都在跟我们宣说大法 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观察 说哪有 是这样子吗 我怎么感受不到 看不到呢 体会不到呢 那这里的师父讲自信无碍就是能什么 观照自信 你看 一切自信都是极灭的 因为这个自信就是呢 没有他横承自己不变的性质 因为他的性质就是空性 所以说可以达到你的心无碍了 就是起观照这个自信是空极 因此呢 如此智慧跟照就不必生死轮回 那不离清静心 那就不会掉落到分别对待 那这样有末照 这个这样的不掉到分别里头 那就是末照跟画头的用功法 那国路师父说 你掌握其中一个 不管是画头或末照 那你就善于修行 能够做到什么 不随进转 这也很重要呢 每天随着进转 哎呀这个天气 你心里也不高兴 热你就热死了 那这个雨水了 要那么多 你又觉得全身呢 被剑得湿透透 也不自在 所以这个外面的境界 是来了 那你的会相要去观察它 要不要让自己的心苦啊 所以我施工呢 就讲一句话 身体在受这个痛 我心不苦啊 因为本来这个音乐呢 差别像没有实际存在 你智慧的观照 这个音乐里头 你心就会自在 好 那 干照自己的清静本心啊 这个无碍呢 自然就不造作一切的恶哦 纵使别人看你起来是恶的 但在这样的修行人的心里里面 不这么认同 为什么你知道吗 黄珀接应灵记很狠啊 他要来问法 话还没有问到 还没出口 他的师父黄珀 就那个扎扎实实的 阻杖或拐杖 就往灵记身上 扎实的 K的30磅啊 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狠 这个师父怎么一点都不慈悲 他会说 和尚不是慈悲的 怎么可以打人呢 那你要知道 黄珀和尚 为什么对灵记这样的方式来接引 黄珀师父说出你们的玄机了 他说 要刺激弟子反观自己的真心 你看哦 真心就是清静心 就是空极的 然后空极能够产生种种智慧 没有用才叫真心 而不是借由别人跟你讲什么法 说怎么样 才叫真正佛法 佛法真正佛法就要回到你的真心 清静心能够怎么样 产生作用 经典的用词叫放光动地 所以他刺激说 来观照你的真心 那所以呢 灵记呢 去见大鱼和尚 他已经被他师父三大顿的K 总共扎实的吃了90磅 到最后就想说 我有过失吗 不堪师父来教导我吗 不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一路哭哭啼啼哦 然后他要离开 他师父就交代他说 你不能随便乱跑 你要去也能够去找谁 就找这个大鱼和尚 那大鱼和尚就说 他跟他讲以后 哇 他就说说 这狂魄认魔 就这么的老婆心切啊 就为你呢 得测困 就为了帮助你 把你的困境能够彻底的打掉 叫测困 你呢 还由密过载 密就去找 说我是不堪教戒 我没有福报啊 我因缘不具足啊 说我不能够来 来跟师父请问大法 就由密过载 这时候呢 我们灵记呢 毕竟是大根气者 听到大鱼和尚 跟他说这样的话 马上悟了 换到我们 悟了没有 我们是伦敦大悟 对不对 而不是这个悟 所以灵记三年 在黄泊座下 信心都能够如法修持 建立起对佛法 对师父 以及自己的信心 在这样打骂考验之下 他都还能够 都还会怀疑呢 所以呢 每一位众生的根气 往往都不能够 承受这种大考验 所以真实的大考验承受 才是对佛法有真实的信心 而决心来成就道业的人 而不会因为苦难而退却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所以你说 这样一个大根气的 道的这样大法的 道后面 也不是说他起的退心 就是你要有那个起心动念 然后又在大鱼和尚 这样教导下 就是点拨他 也不是教导 点拨他 他马上就误了 所以这里就要回归到我们每个人的问题 师父说到 出家人要努力丢开自己本身的知见 我听很多 我也明白我都会啊 就常常问这些菩萨 你们会 会啊 讲很大声 会了 用一句话来骂你 王八蛋 他马上都不会 那个不会跟修正的不会不一样 你凭什么可以骂我 我都做得好好的 也尽心尽力啦 啊怎么会 轮到你这样对我呢 你看 这是我们的知见习气烦恼 真正呢 要能够呢 放下一切 才能够 预设 才能够把你的清静心 无尽障的功德 这些宝藏才开发的出来 你开发不出来 就是因为有这些知见 我学了很多 我也很清楚 我也明白 有个我的成就 有个我在修行 法一切是诸法无我 你没有相应到 你的清静心就是无我 就是空性的 没相应 所以呢 你呢 被这些呢 认为有实际存在的成就 或一切的见解 把你蒙蔽的清静心 产生不了智慧的照明 因此 你生命的种种的功德 就没有办法用得出来 所以你得不到一切 一切不是外面得来 是你本有的东西 用得出来去利益时间 才是 果如师父讲说 才能得到一切 那这里讲密勒日巴尊者 他带所有全部财产 跟自己的身口意 全部就是包括生命 都供养师父 他师父马尔巴接受了 然后呢 也长时间呢 把他当牛马来使唤 不让他听法学法 然后师兄姐都可怜他 替他抱不平 结果你看 密勒日巴尊者 有没有一点怨悔心啊 都没有耶 你想想看 换作是你 你一点点都跟不上 那师父用怎么对他 他就尽心力去做 结果呢 因为在师父这样的雕琢 考验 磨练之下 他的心性成熟 看受马尔巴他的师父 教他大法 果如师父说 他要是早点看到 密勒日巴尊者的传绩 他就不会把 师祖当作什么 魔王 或当作什么 身乏 那么可怕 那么可恶 所以果如师父以他本身的这样 受过的这样一个经历的告诉我们 真正要成就佛法 不是在经典意理上 是把你听来的会的用在生活上 然后用这些心性磨练到什么 无我无事空无所有 你才能够接受一切 一切好坏是非 到你的身上 都没有这些差别了 真的是很感恩 所以感恩三宝 感恩师长 感恩一切的因缘 包括一切众生 所以果如师父 就说各位出家 你不是要你们坐牛坐马 是希望要报 他替我们度我们 要报佛恩三宝恩 为了是要让佛法继续传下去 让很多众生能够亲近佛法的 证悟自己的亲近心 这样才不是辜负自己出家的目的 说得真切 很中肯 所以老人家说他十二岁接受施工训练 早上四点不到起床 忙到十一二点 当下要种菜砍柴 还要打扫环境 还要浇花扫落叶等等一切 包括早晚客送因为没有人 所以整天没有时间回房间休息 他不要说休息 他说连屁股坐在椅子上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这个师祖用种种的考验 吃饭还吐口水 口水一定有口臭的 对不对 他说吐在上面 他都闻得到那个香味 你心里还滴滴咕咕 还在那边犹豫半天 所以果徒师父就要回到这里说 在这个生活上的考验 你的会香怎么去运用 让自己的心无碍而得自在 他刚开始也没办法 但是到后面怎么样 肚子饿得不得了 吃啦 前面那个臭的 很快吃下去 那吃下去那味道不存在 闻不到对不对 就可以慢慢的吃下去 不用那么狼吞虎咽 那个到时候都是不消化 消化不良 所以这个谈到会香 不可只落在清净心里面 没有作为 那不叫无碍 说得好 这里的会香就是观照因缘 创造一些因缘 所以这无碍 知道这个你的问题在哪里的缘 然后是怎么一个原因都清清楚楚的 所以无碍就是在种种阻碍当中 你又能够自由自在出路 说好哦 无碍是什么意思啊 无碍就是有在你面前 但你不配他困住 你还能够游刃有余啊 真是厉害啊 那厉害得以 何以达成呢 因为善观诸法的因缘 是怎么回事的变化 所以那个 法法经的实如是有什么 如是信 如是像 如是利 如是用 如是做 如是本部因缘 哎 通通观察清楚了 所以你在障碍当中 你就能够自在出路 所以说用智慧观照 自然你会不会去造恶 不会啊 看得很清楚啊 造什么恶啊 就是你的条件就这样 对方的因缘就是这样 他也不是需于要对你怎么样 或是需于要做什么 因为你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不会去跟他什么 有起冲突啊 而呢 你所做的一切的善事呢 你没有刻意说 啊这是 这个才好 那个不好就不能做 你没有这些 对人的区别 或对事情的一种呢 简责 来计较 没有 你所做一切 能够做的就是什么 自然随顺 世间种种因缘 该做之事 但没有刻意表现 善行 厉害哦 所以行善的时候 心里不执着 能够静上念下 师父反问 如何能够做到这样啊 又是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你的清静心 不离清静心 才能够有什么 智慧的关照 关照什么 一切法的本性空极 因此一切如鲁是不动的 心性不动 就是知道身体在痛 心里不苦 就叫如如不动 就施工的那个实际修正的体验 心里不被这个身体的痛 而觉得苦 这时候叫做如如 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我们听到的佛法 真是用在自己的生命上 所以这里整理说前面的戒香是自性无非 那第二个定香是自性不乱 这个都可以背下来 什么叫戒 自性无非 一切自性就是空性 说哪来的是非 第二定香 你自己的心不乱 你不被人家影响 也不被自己的身体的痛 心里苦 就是什么自性不乱 背下来 第三个会香是什么 才能够做到自性无碍 所以自性无碍的这个智慧观照 到整个因缘的历程 到前面的定香不乱 是因为要观照到 一切的因缘是如如不动的 是空极的 那再谈到第四个解脱香 真的背起来对你有帮助 你说一切自性空极我非 没有非 那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是在此界 还有说我刻意要对他好一点 或刻意怎么样 都不用 那一切境界都是空极如患的 你心还要乱什么 那你的智慧能够通导 然后说这一个的因缘是怎么去变化的 我怎么去把握创造它 才能够让众生包括自己留苦得乐 那就是无碍啊 那解脱香是什么 自性无所攀缘 没有攀缘什么 不思善不思恶 自在无碍叫解脱香 你会想那这跟前面的会香 有什么差别呢 甚至跟那个定香的不思善不思恶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 这里主要就是讲 心无所攀缘了 处处也就不在这个起心动念 这个爱啊 这个如何如何 要起个观照说 这个是这个善了恶的啊 要达到自心无非啊 或是自性不乱啊 或者是什么自心无碍啊 解脱的自的心没有任何攀缘了 自在无碍了 解脱香是指什么正得了 正得什么了生托时的果位 这时候解脱香指果位上 前面的戒香定香会香还在阴味上的修行的过程 所以果律师跟我们讲说解脱香的自在无碍 跟慧香所讲的自在无碍有一些不同 慧香是从清静心 此智慧观照 观照它整个因缘历程 然后去把握创造因缘 所以你明表着这个因缘的过程才知道说 我现在智慧观照是幻智 这一切的因缘产生的这些的结果是一切的幻法 然后我们这么去做才能够远离对这个幻的认为有个实际存在的这些的问题的过失才能够放下 这就修行过程你要这样去进行的 但是解脱香无所攀缘 不失三不失二是指 心性本来就解脱自在 就透过前面的慧香做了以后 能够真正的放下一切的攀缘 达到正的果位上的 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心性本来就是解脱自在的 知道吗 一个因地上过程去做 做到相应的果位就是解脱香 解脱香就是原来我们的心性就是解脱自在清净圆满的 那慧香是指一切法或者我们的心的空极 所以清净 那解脱香是指原来就没有染污 没有戏服 本来就是解脱自在的 所以是妙相如如自在 所以解脱香从妙用上来说 一切法本来就自在不受欣服 这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 为什么我们的一切法的自信是空极 因为自信不落在任何境界上 一切境界当下是空极 而且是解脱如如 就是从一切法中得到自在受用了 所以解脱是不是一时的 你的身心在任何的时间空间里头都是没有障碍的 为什么 心性本质空极当下远离一切烦恼 一切烦恼的自在受用 烦恼也是让你自在受用 时时都在烦恼里面就自在受用 但是你做到什么 远离他了 所以本性里头你才知道 哪来的杂染哪来的障碍 所以因此心没有攀缘杂染 也没有攀缘障碍 也没有攀缘一个叫殊胜美好 通通不存在 所以不存在你还要借着说 修行的断骨去烦恼 得到智慧的受用或得到生命的清凉 都没有 因此解脱是指什么 果味上指什么 心性本来就是空体叫做什么 无修无正 本自清静的自在境界 所以我们修行的用意就要回复 我们的心性本来就是什么 清静自在 所以你要修什么正的什么 那个幻法你修 就是修得是什么一个幻法 或正的一个幻法 你不是在吃人说梦话 既然是幻还修得来 正的到吗 那第五个谈到什么 解脱之简相 自清 既然前面解脱 无所攀缘善恶 但是怎么样 不可守不可成空守极 极须广学多文 所以你解脱 那个各个的解脱里面的知见 那个智慧的应用 更怎么样 更宽广到什么 不止一个佛国净土 十方三四一切的佛国净土 乃至一切的世界 或称之为法界 你都要清清楚楚 整个因缘的历程 你能够处处都是通达解脱的 所以这时候呢 不能够呢 守空成极 极须广学多文 而视自本心 我们心里种种的这些妙用 不可思议 而做到什么 达诸佛理 何光皆悟 无我无人 直至菩提 真性不义 明解脱之见相 善之士 此相 是各自具足 你要去内心 真正生活当中 生命当中 一一去什么 去相应他 所以你不要往外面去找 所以这里 古鲁师傅就说 六族大师告诉我们 本性虽然具足了 戒相 定相 会相 解脱相 但不要以为 这样你就不用修 还要从各种因缘 要去广学多文 所以我师傅一直在讲说 师傅在带点禅修 乃至在讲经的说法 我为什么要这么讲 你知道里面的 因缘的变化过程吗 你要去揣摩 要去学习 这就是广学多文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到 十方佛国净土去参学 就像我们那个阿弥陀经说 天刚亮的时候 天就下了很多的 这些很棒的这个 莲花 叫分头利 然后这些西方净土的 这些修行人 会把他的衣服的下本拿起来 然后盛着这些花 而到十方国度 去做供养 去做供养 做什么就是要去广学多文 那广学多文以后他们呢 多厉害啊 那个天刚亮去做完以后呢 饭食金行 一刹那很快时间就回到西方净土了 然后马上又去用功了 进行用功办到去 所以要不要做 要做 不是说一句台语说 吃给爸爸叫腿腿 吃得饱饱的 装的那闲闲 没带子 没事干的 不是不是 所以这个六祖大师说 解脱知见箱 无量法门事愿修 所以你会掉入空极或这个知见里头 一切本来就清净空极吗 还修什么 是 你没有所修 但你所做的一切 心性上里面的 清净心里面的功德 你一一把它显发 显发就是要你投入 这个身口欲的实见里头 来利益众生 来帮助世间的庄严 那就是什么 有事做了 但是有事做 有没有这个人做 有没有这个事真实存在 又没有 这才叫做什么 解脱 然后解脱的知见 你要去做 还不一定做得到 学得到 所以说在清净上观照 从中通达佛法 才能够做到和光皆悟 我们的智慧 不像这个晨就是烦恼 有什么烦恼 有我有你 的对立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跟晨相合 而是跟智慧的光 自己本自具足的智慧的光 智慧的照明以后 去带人处事接物 才会达到什么 平等 慈悲 宽有 照顾一切 包括人事物 所以这里呢 就让我们 这个真实的去感受到 自己本来具足的清净心 种种的妙用 所以古鲁师傅就说 他以前去带学生 他从佛缸山的东方学院毕业 带学生去拜见广青老儿上 要请示这个念佛法门 跟修行方便 然后很多人因为看到他不吃饭 只吃水果 就是说 水果师傅 然后看到他这样 每天弹腿打坐 很了不起 所以就很多人去礼经供养老和尚 但是呢 他们得到的开始 就一句老实念佛 那实际上 你不要看这句 那么简单 你做起来 才知道 真的是不容易 为什么 那一句念佛 就是念自己清净心 就是时时刻刻呢 你的起心动念 都不离开清净心啊 而是那样老实本分 那才叫老实念佛 这才是哦 你发现 谁不会老实念佛 你有沒有老实 哪有啊 想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 好 休息十分钟 好 我们接着上课 谈到广情老和尚呢 那一句老实念佛呢 是老人家呢 做到无我无人 无一切无相的相应 他是这样的扎实的用功 这里就举出 在平常的当下呢 老和尚碰到的状况 那是法会当中呢 老人家都没有一些惊恐的状态 而反而去呢 告诉身边的人都不必担心 所以就是老人家呢 慈悲智慧的关照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精神感照 就自然而然很多的佛教徒 包括龙天护法的父慈 都能够让诸多呢 清净老儿上的人 都能够呢 平平安冷在修行道路上 去用功 那这就是老人家修行真实的功德力了 那这就是老人家修行真实的功德力了 所以不要以为说分别妄想颠倒心来替代清净心 就是解脱知见相 错了为什么 没有妄想颠倒这个真实存在 妄想颠倒也是什么空极 所以古路师傅说真正的解脱知见相 也要广学多文庄严佛徒 为什么 因为诸法皆空极 所以空极呢 那你会说那佛不少为什么 统统要发愿 而且发的愿多么怎么宽阔 虚空有尽 连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 虚空会不会有尽 当然不会 但是没有形象的 没有边际的 怎么会有尽呢 我来代表 对众生生命的同体的大悲 而不断的运作 这就是解脱知见相 只要众生的存在 就有他们的苦恼 无法远离断除 所以就要这么去做 所以这就回应说 哪有一个我的愿 因为我的愿也是空极的 那为什么还要发无穷的愿呢 因为你正了 了解的解脱知见相 就明白不会落入断面 说这空极的啥事都不用干 不对的 所以六祖大师五分的 法身相界定会解脱解脱知见 是经由修习界定会三学而正的 成就的清净法身 法身就指我们的清净性 清净性就指一切诸法都是击灭的 所以解脱是成就所证的果位 那法身的无德师 亘古长存 有一次就指法的究竟实相 究竟实相就一切法 极灭或叫空极 或叫如如不动 所以说有佛果 菩萨五色皆位 丹东果位 通通是解脱了 也就是指解脱相 那六祖在相的前面又加法身 变成五分法身相 意思是什么 每一个门 修行的法门都没有差别 为什么法身就是什么 法的实相法性 就是极灭空极 所以你认为有一个叫真实戒相吗 跟不同于定相吗 又不同于什么 这个会相 或不同于解脱相 或不同于解脱之间相吗 所以为什么六祖大师 再加法身 果罗师傅就把它阐释出来 说法身就是每一个门 没有差别 通通是法身 那意思就是说戒定会 原来就是法身 都是从法身 里面显现出来的特色 也就是指我们的清静心就是法身 清静心中流露出来的什么 各种不同的功能 跟它各自的特色作用 所以经由这样的功能 就证得清静法身 就是因跟果 而就是一体不二的 从清静心 清静心流出的功能 然后你这么做 又证悟到原来 我们的清静法身 就是如此的什么 清静圆满 那解脱之间 就指智慧 比如说三明六通 是佛陀智慧 佛德解脱之间 罗汉菩萨也有这个相应的智慧 所以智慧到达相应的地步 才能够正知相应的果位 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说你智慧到达相应的地步 所以有罗汉的这个智慧 菩萨的智慧 到佛陀的智慧 你相应到那一个的相应的这个地步 也就是你正知的果位 你才知道怎么样的一种 运作深度广度的不同 那就会有相应的功德 所以法身是什么 本质空极 但是空极开展出有什么罗汉的智慧 还有什么菩萨的智慧 还有佛陀的智慧 各自不同的果位 那就有相应的功德 报身 而不叫法身 叫报身 但报身跟法身有没有不恶 一样是相同的 只是它就显出什么 报身就是这个智慧的功能跟作用 各自产生它的特色 各自的特色出来 所的功能就有所不同 作用也是有所差别 那统而言之 不离清静心 从信上起智慧的观照修行 所以落在戒法门就叫戒相 用在定法门就叫定相 你看意思是不要 就是因为清静心是极灭的 所以这时候在戒定慧的戒的用功 那就叫戒相 然后在慧的法门就叫慧相 那果报方面什么 正德果报与受用叫做解脱相 那正德智慧称为解脱之间相 哇 古鲁师傅都把我们说明得很清楚 正德果报跟受用叫解脱相 那你知道何以能够解脱 叫解脱之间相 就指智慧 正德的智慧 我们原本的智慧 能够真实运用出来 就叫做什么正德的智慧 就你本质具足的智慧 你不会用 所以你透过这样的讯息 去实践以后 才能够正德本质具足的智慧 就叫做解脱之间相 那唐老师呢 对上面六祖所说的五分法生相 他从这里面再补充一些教材 他说敦还本 先说自信三身佛 然后发四弘四愿 那又接着说五相的忏悔 那次说五相三归一戒 那这就是传授自信五分法生相一段 是这个敦还本所没有的 前面我们讲有没有 说这个五相 五相忏 就先讲自信三身 自信佛 自信法 自信身 等等 然后发轰四弘四愿 然后讲五相忏悔 然后到这里的五分法生 敦还本没有 好 那自信五分法生相是从自信法生上的五种功德法相 戒定会三功德法相是应上立名 刚前面果罗师傅已经跟我们说明 那解脱跟解脱之间 两个功德法相是从果位上来安立这个名字 也意思说这名字有没有实际存在或是彼此有差别 说才叫安立的名字 叫假 假施舍的 就没有一个真实的法就永远存在 一切法都是什么 空极或叫极灭 那相的意思 这里就是唐老师在说明五分法生相里面 敦还本没有 但是从这里来从各个这些的教材里面 补充给我们资料 说前面的是应上立名 后面的解脱解脱之间 这两个功德法相是果上立名 那相他又说明 相就是以指什么 以智慧火 烧纳抽象的无价真相 那这就是真实庄严的佛生 也就是真实供养如来 你看香 我们讲究竟修行的成就或境界 那唐老师又把它更说明 为什么叫修行的境界 用你的智慧火 烧纳抽象的无价真相来供养如来 而这个无价的真相就相当于你自己什么 智慧去处理种种的人事物的因缘 都能够处理得非常的躲当 非常的什么圆满 就相当于抽那个什么 烧那个无价的抽象的无价真相 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真实的庄严的佛生 你以后你当下这个佛的果位怎么去庄严它 所以要用智慧 然后去烧火烧就是种种的无名的这些的愚痴的行为 就没有烧掉了 没有什么贪嗔种种的分别 那自然的我们的庄严的佛生就一一显发出来 所以这样才叫真实供养如来 也就是真正在法上用功叫法供养 而不是说佛你消我难免我灾 哪有这么天下哪有这么好事 自己做的这个丑事 自己做的这个坏行 要别人为你买单 有可能吗 那哪个笨蛋 你说父母都会为儿女 也未必完全买得清楚买得好 所以这里唐老师说 这五分箱 皆从自信上说 皆从功德上修 你看 也就是从自证自信法身 来成就如如佛 佛就是什么 每位佛包括你就是佛 是如如不动的 一切是空极的 所以你自证自信说一切法 你起了一个人像我像众生像受者像 就不相应到自信 所以你修行是什么 把自信的空极让你放下所有的分别计较 然后不再颠倒 这才叫自证 那若不能够用这个五分箱 往自己内心自信 就是常常去感受它 去印证它 那仅仅一般人在 做人天的小善的小福德 往外面去寻觅 哪个善自是有修行 我多去供养它一边吧 那我自己就水涨船高 那我的功德也会多一点 那都在往外求密 你不知道你本自具足佛的功德 跟佛没有不一样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 往小善小福 往外去追寻 心外求法 那你就成不了佛了 你本来就是佛 结果不去成就 还在破坏自己的这些 本自具足的功德 那唐老师又说 那父次呢 在进一步说 在解脱知见乡这下面呢 要谈到呢 这个文脉的下 下面的文脉说 不可成空守级啊 六祖大师跟我们讲啊 为什么还需要解脱知见乡啊 你要知道 怎么解脱各种善巧方便呢 因为每个众生的根基 还有福报 障碍 烦恼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广学多文嘛 所以唐老师呢 再次说 哎这两句话 不可成空守级 级虚广学多文两句 不可轻易读过啊 何意呢 他说到 残门的行人 就修行的人 这悟前 你还没开悟前 考你功夫哦 你这些慧解的功夫啊 悟后考你的见解哦 悟后你们相应到你所悟的东西 确实一切法都是空级 是什么如幻的像 这就考见解哦 就考你的智慧的运用到什么程度啦 是不是相应到一切法 确实都是全然的极灭 但这个极灭呢 不可落入空亡枯极 即时呢 内守悠闲呢 偶然是法成的分别隐世啊 也就是你没有所作为实践去利益到世间的 包括有情众生 包括世间种种的一切的庄严 你呢 没有实际的作为 你只见到清静的性是 是积燃的 但是你没有明白你的心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所以有什么具有解脱自见相啊 所以说 你落到这个空亡啊 没有让你的心呢 产生种种智慧妙用来利益到世间 这样实际的有所作为呢 那非正真的禅境界 那再者为什么要广学多闻 二来不可落孤陋寡闻 真的啊 急需呢 多言教理以字求印证 广形六度 你看要实际作为以字形考验啊 所谓达理皆悟就是的悟后呢 更需要的智慧跟悲心的什么双运 才能够圆满自己的觉形 觉悟一切包括人跟世间 该如何真正去做好 去学习放下说没有我在做也没有得的这个功德 也没有这个事物或所做的这个方法叫真实不变的 所以这叫达理皆悟 也就是悲至双运 才能够圆满成佛的这个智觉觉他觉醒才能够圆满 那东寒本先说自信三身佛 赐发四弘四愿 就这前面刚才谈到呢 那接着下来也来做说明 所以这个说明果罗师傅说 忏悔品是六祖给一般居士受三规五戒 那这个受戒以前要举行忏悔仪式嘛 所以这一品就给他取一个什么忏悔品 来做一个论述的一个子题 那这里就谈到了 这个自信法身相敦煌本没有等等这一切 好那这个就是这方面 大家自己去看这个补充内害 我自己就不多说了 那这里可以提到前面有谈到 但是很重要再说一次 前面有提到大圣的禅修是真如不动的妙用 小圣是从相的浅荡浅相离相 那一般人认为戒定会解脱解脱自信相 是我们经过这五门修行以后才能够达到庄严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往往是落在向上是层层去修 才能够层层达到圆满 但是六祖大师所讲的不是 为什么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再复述一次 六祖讲的五分法身相既然通通叫法身 那么就是法而如是一切法都是缘起法 都是当体空 每个法就是如此空极的 而空极固才有千差万别的相 所以每个法都是平等都是空极 所以你还有分说层层修 然后层层达到圆满 没有当下一切具足一切圆满 所以说为什么要五分 这个相害家法身呢 因为法身就是空极极灭的 所以说这里谈到戒定慧乃至解脱 解脱之间相都是法而如是 都是人人本具不假外修的 那六祖大师传授的自信五分法身相 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当下都要见自本性 都是空极的 是自本性有种种的妙智慧妙用 所以你不要不离我们原来的亲近 那才是真正的修行 不然你呢 在这个戒就掉到戒的相上 有个相哎呀你不如法怎么样啊 定的就在定的相上 你看我一次一天可以禅定 可以入多久 在那边比较 那会呢你看我很多事情 除此有圆满都不沾着 你说这句话就有一个我成就的智慧 不就可得哪还有不沾着 你看处处都不能够相应到 极灭或叫空极 所以说自信五分法身相 这等整一切呢 要前面讲从阴味上 那用果味上等等 那这里我们要看到 这里呢 提出说什么叫相 当就要智慧火烧纳抽象的无价真香 所以这里说这个当下每一个法 不管是戒定会 当下也是法身的圆满 你看古如师这里讲的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在阴味上但是也是果 法身的圆满 因为果味的时候也不离阴上原来的清净 所以说师父提出如果你按照刚才唐老师提我们的说 戒定会是阴味上立明 解脱跟解脱之界是果味上立明 那师父 果如师父举出 如果你把阴果当作两个法 那就变成向上的观照 不是六祖大师讲的什么 信上是空极 一切是圆满清净平等的 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你要把握住 谈到所说的是什么 那这里为什么 这个补充的资料说 所谓要见自本性、视自本性 所以你用智慧去观照 世间一切的这个相里头 你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叫性相一如平等 没有这样的没有差别 所以你这个在修正当中 就是要去相应到这样子 为什么要见自本性、视自本性呢 那师父就提到 如果性中有相、相中有性 那就涉及到 色不亦空、空不亦色 而当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华言经谈到四世无碍的这个法界 那一世一介怎么会相通、相色呢 所以师父说你必须要了解 不要把它归到理事无碍来讲 那四世怎么无碍呢 也就是我们参战必须要见到诸法的相 每一个相都有它独特的因缘 在那一刹那之间就是唯一的圆满 也就是唯一的究竟 为什么 那一刹那这个法要呈现 每一个条件都具足了 它那个法才会呈现 所以说那一刹那就是 把那个法能够呈现 说叫做圆满 如果你的智慧没有通达到这里 那想 你不是说一直都变化的吗 怎么会有圆满呢 为什么又叫唯一的究竟呢 所以这个就你真正的证悟的地方 你不要掉在文字里头 这是这里怎么回事 所以你就要运证它去参救到 为什么是一刹那圆满 而且是唯一的究竟 唯一究竟跟圆满 就在佛多讲大圣的涅槃 究竟涅槃 就是常乐我尽四大德 所以这里呢 就是不是道理上让你明白 而是怎么样 你所有事项上 确实能够做到常乐我尽四大德 那古鲁师傅也说 那这些真的很陌生难懂 但是你参禅明心见性 就是要聊聊清楚 性跟相是什么 那为什么呢 像像你看这个东西 是不一样的差别 为什么是一如说没有差别呢 那为什么又说又是圆满又是解脱 所以经典上常会用辟语来说 灯灯护照 护照那种光互相交融那种的 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那个 整个那个力量 光辉的这样的护照的那种名册 通片 这样一个这个世间 这个或是这个虚空上面 所以用第四天的 那个帝王的天诛 那古鲁师傅举出这个 就佛陀在讲 华言经的讲说 这些境界不是用头脑想 也不是用理论诗意 而必须做到什么 自己的心性 完全放下所有的这些什么 认知 这时候 你的心性参悟到 才知道不读华言经 不知佛家的富贵 才说哇 帝王的天诛 光辉层层无尽的交涉交融 那样的什么样 非常的富丽堂皇那般的 说是富贵 佛的富贵就是我们 每个人本性里具足的庙 还有种种的德 功德 还有这个 这些都是圆满的 而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的果 说每个因的当下 都是的法的因缘当下来讲 而因缘就是每一个向上 都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你看哦 你看法华经里讲实如是 如是因 有没有 如是元 如是国 如是相 如是性等等 所以这才说 因缘就是每一个向上 因缘合合生起的那个法 就有它的相特征 每个相就有它的作用 都是不可思议 所以在华严经里头就说 一一多摄入无碍容辞 就如泛网 该就是包括 罗地珠交涉圆容自在 而且是无尽难失故 所以缘起从从而 你看这无尽的缘起 因为是空极 所以遇到你的因缘合合成熟的 就那个果 就那个相就会产生出来 所以这里就是代表说 不能够在 佛法上真正明心见性 如果只掉在空极的一面 那么就像会相跟解脱之间相 没办法分辨清楚 都是在智慧的观照 一个会相是知道 一切法的空极如如不动 那一个解脱之间 也是智慧的观照 观照到整个因缘过程的变化 是如何 然后整个去把握 创造这个因缘来帮助众生 还有庄严国土 果的师父说 如果你没有真正明心见性 你就不明白 六祖大师要讲的会相 跟解脱之间 都是在智慧根照 他们之间的分野在哪里 你就无法体会得到 那无法体会代表 你修行就有问题了 还停留在某一个阶段上 所以这里就说 我们本性具足佛的如来之间 就我们的根本质是什么 自然智无师智 是与佛无二无别的 但是呢 这与佛无别就是见性的性 就指这个智慧的空性 就是跟佛一样 自然智无师智 也就佛的如来之间之一 但是呢 如来的之间之一 还有什么厚德智 也就是我们都能够呢 从这个广学多文 然后真正的去呢 相应到一切法 这种种的这些的因缘 这样去观照 种种的妙作用 所以这里谈到后德智 乃至于道种制 就菩萨的道种制 都是要借着因缘的熏悉 说因缘多重要 你今天在这个家庭的因缘 你在工作上的因缘 你在任何修行的地方的因缘 种种的一切 你都要很认真的去投入 然后认真是没有计较 分别的好坏是非 因为你的亲近心 所以你对种种事物的人 都怎么样不贪然 全面都教过了 有没有 所以这样子的话 借着因缘的讯息 才能够一一去成熟圆满 所以才能够说 是要见修 因次第净 但是你所证悟的 这个自然之无私制 是本质具足的 是空极的 所以一悟就彻底明了 但你的后德智 是要经由各个因缘 不同的里头 你要去创造它 融入它 你种种的这些 心性上的功德 才一一圆满成熟 所以任何一个法 都要从因缘果报上去体验 你看 果上虽然如如 因为果是什么 没有真实存在的 也是空极的 但是因上有种种的剑刺 所以就不可以讲它 变成因果两相 所以果上如如 那你因上有种种的剑刺 那你就把它什么 变成因果两个对立的相 所以这里要谈到什么 为什么没有对立的相 因该果海 因地正确的 就是我们都具足了佛性 所以果海就当下就是佛 那结果的这个果报的果 是果策因缘 而果呢 就是通达了这个因 的这个本源是不恶的 所以不要想说我现在是反复 怎么是佛 所以果如师父说 他以前对这些都念得滚瓜烂熟 但是到底怎么样 跟我们现在一样 没办法真正通透 为什么你没有明心见性 所以任何一讲到心性的法 一看到文字根本 你要是明白的话 真正的悟到的话 那一见文字 不用去失守 马上确确实实的相应 这才代表真正的见性 什么性 空性 所以呢 这里这才代表呢 所以说祖师所讲一般的人 修行通通有两种病 一是光不透脱 就是智慧呢 还停留在说 有一个要去实践的 要去处理 实际上这个法本来就是清净 本来就空净 也就是说 没有智慧照见一切诸法 落在一个向上 例如猜说 什么是本来面目 你一直掺 掺不透啊 为什么 你认为眼前就有一个本来面目 所以硬要要去找那个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就是只空净 就是放下所有分别计较 就是你本来面目 结果你朋友说 有个本来面目要去掺 我要去找那个本来面目 所以这是第一层 就光不透脱 那第二层是什么 你自己达到身心安宁的状态了 就不会刻意再去寻觅了 可是一直感觉到有一个东西 是啊 那时候就在参无 到后面所有的妄念都丢开了 但是就这还有个不明白的遗情存在 就是我就是佛 佛就是空净 跟一切众生平等 这个还不明白的遗情 就这里讲的 还一直觉得有一个东西 恍恍惚惚的到底是什么 不能够明白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第二层的这个病 你还没有真实的放下来 所以这时候呢 你的智慧呢 还蒙着一层云雾 他还没有真实的放下来 所以这时候还没有呢 只差确定感受到实相 所以跟前面不一样 所以果如师傅讲说 那前者只是听别人讲来讲去走过去 那这样努力会找到那个实相 糟糕 事实上没有这个东西 你还找找得到吗 说你还是不清楚 才说你要去找 找个本来面目 所以那个不是有个出家人吗 他师傅叫他去街头上修行 结果他在路上 十字路口 就看到一对兄弟 在那边打架 可能弟弟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哥哥在做教诫 就打了他一巴掌 你这个没有脸面 没有脸皮的 意思是不要脸 做这些坏勾当的事 这个出家人听到没有脸面 才是我的本来面目 一就是没有这个脸 无 这样他误了 你听懂没有 你要去找一个本来面目 一个东西被你掌握住 结果是什么 没有脸目 才是你的本来面目 结果听到这样 误了哈哈大笑 我找得要死要活 本来就是没有 我还找什么呢 所以这个意思就这样 所以我当我在参舞的时候 就还有个东西不清楚 就是你没有当下承担 就是清净 就是空几的 等到这些念头想法 那个疫情也通通厌消雨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那时候你怎么样 第二层 还没有真实的肯定的时候 所以就是这个过程 你都不停留 但不停留也就是 你智慧真正要去相应通道 你才放得下来 所以这就是什么 我们知道祖师 就是说 有这个两层的问题 光不透脱等等这一切 所以这里讲了 前面讲了说 在修行的时候 这两个毛病 连法身 你相应叫法身 是无形无相空击的 也不能透脱 也有两种病 哇你看 我们问题多多 这里说 有些人已经知道 这个法身 但是执着在法身上 为什么 执着什么 自己所证的 为究竟最真实 你看看 还有什么 就无我 还有死在证 还有一个什么 最究竟的 或最真实的 一切就无 就是空 还在那边执着一个东西 举出小圣人 执着自己 所证的为真实的涅槃 不再有生死 所以本身有这样的智慧 知道一切诸法无常是空的 这样的智慧是灭尽定 但是他们认为是 确实存在的 存有的 所以这样的境界就是 是对法身不透脱 没有完全放下 还有一个所证的境界 错 所以他落在法身里呢 只差没有产生作用功能 只有空极一面 法身往往是代表体 而暴身跟化身是指智慧的妙用 是代表相跟用 所以禅宗说这一切法都不理这个三大 哪三大 体大 相大 用大 所以说 在这里说法身的这两种病 说呢 这个小圣里头呢 修行的认为涅槃就真实存在的 而法身就是无形无相 没有依法就存在 那这里就要谈到这个三大体大 相大用大 为什么要相大用大 体不是无形无相吗 因为无形无相不是断灭 所以他有相大跟用大 所以来说 因缘和合的成分中 若有一个相转变 那他的名称跟功能有更多变异了 所以从相上来讲 我们称什么 我们称相等 称什么相等 并不是他长得一模一样 是指什么 每个相 通通是什么 具足都要经过因缘和合 而这个相才会产生出来 所以任何一个物品 展现出他的作用跟功能 就展现他无可取代的土特性 为什么 你当下在这个相转变的 就另外一个相的产生 那他的作用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每一个 让你在不断变化当中 秦神那个房 当下那一刹那 他是唯一性独特性的 没有谁会跟他一样 为什么 每个都在变 找不到同样的 一样的东西 你自己 你认为我就叫长征吗 你叫我长征是哪一刻 前一刻下一刻 现在 通通在变化 哪个代表长征 就是指说 你当下那一个 变化当中 暂时安住 呈现的那一个 是无可取代的这个独特性 每一个独特性本身都是具足了因缘合合的相 所以在相上 所以跟这个用上我们称作平等 因为这个相独特性 它的作用就是那个时候 那下一个这变化 那个相跟作用就不一样了 所以来称显出每一个变化当下那个独一性 独特性跟唯一性 就是代表没有重复的东西 会再献起来 所以你说 等我阎罗王老子来要找你的生命 功过已经的福报用尽 寿命也尽了 你说等我一下 我还有些事情没做好 我还要去做什么 你当下那一个 你的受尽 福报尽那一刹那是独特性 唯一性的 你不可能说阎网老子再等我一下 等不来的 没有同样的时间 会再让你什么 说相同一样的 你可以等我 我打扮好事情做好 没这样子 这不是那个 那个谁 路由吗 孔子的弟子 他就非常注重自己的威仪 他是善于打战的 他在马上 可以杀敌无数 但是他的上面的头灌了歪了 那他没有考虑到面前的这个劲 不晓得这个帽子的独一性 还有他的生命的独一性 他都想帽子歪了 做人就是不正不庄严不威仪了 只是这样去扶了他的帽阵 对方敌人的剑就一剑把他射死 那你会说等我帽子扶好 我们再来战吧 有可能吗 听懂这里什么叫独特性 唯一性吗 所以说真的 你呢 每一个相的转变 跟着你的作用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好好的在 骑马作战的时候 然后这个相的转变是什么 一样在骑马 但是你的手不拿着剑 而去扶你的官的时候 相是不是改变了 你的作用就改变 一命呜呼啊 所以在这里 向上跟用上 我们称他平等 就叫什么 法各得其位各得其所 所以你才能够法法相容包容 就不会一直分别计较 你才能够试试达到圆满通达 那这里呢 师父就说出我们学习的这个问题 以前学到这个 师父说他一头雾水 明明两个法 相跟作用不一样 那为什么叫平等啊 为什么那个华音经还叫什么 事事无碍啊 事跟事就碰在一起 怎么会无碍呢 所以说在这里呢 如果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参悟到一切法的本性是极灭的 而极灭故才能够献出这么多的这些像跟这些的作用 所以你才能够彻底明白为什么法法都原成 法法都是佛 因为法法都是什么 因缘合成 那既是因缘合成就没有一个实际的法的存在 那没有实际的法存在 他产生的像大跟用大 那个像就是无像 那个用大的用就是没有无作 没有真实的作用 真实的像存在 所以才有什么无像 才无生 使无来去 那无像就代表清静 因为一切法 都是极灭的 所以没有真实的一个像存在 能够真实困扰你 或者真实的安乐 让你受用不尽 都没有都是假像 因为他是无像 所以这个结论就因此 只要知道他原来是空极 那我们就能够不执着 也不去比较 而来产生好坏或高低 而只是我们要明白 每个法他展现他的像 有他各自不同的作用 那我们从中以后 就观察这个因缘 而来运用他的妙用 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 来利益到世间 所以你呢 不被这个差别像 而其产生的好恶 高低 美丑好坏 不没有这些的 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分别性 才还诸法的本来面目 所以透过法身 不能只掉在礼上的 这样那个头说是平等 也要知道 这个礼上的空极 它产生了千差万别的像跟功能 是怎么去运用它 这才叫智慧的妙用 所以国路师傅说了这么多 就是要说会相 跟解脱自见相 两个都是也是因缘和合 也都是空极 但是它发挥的这个像 这个智慧的会相 跟这一个解脱自见相 就是什么发挥个别的作用 就是他们的这个作用 那就不一样了 那不一样 你如何怎么样 怎么使用它 我们还要通过学习 所以叫什么广学多文 就无量访门试院学 所以你才能够证得什么 厚德志 厚德志就是当你证得自己心中 如如的本志具足 如如的一切功德妙性 是与佛无二无别之志 是空姓慧 这就是根本志 那你证得了以后 就是你厚德志 依所证得的这一个空姓慧 去广学多文 你才不会掉到什么向上 说我学到什么才学好 众生如何度得完 佛果呢 这个三大阿僧奇节 何时了 你证得 你的这个空姓慧 是跟佛的智慧 是无二无别的 这样子去广学多文 才能够怎么样 不掉在这个向上 因此不会把厚德志 当作是石油 就不会像小镇 正德的涅槃 他认为是石油 一切都是空姓的 所以他的 他正的智慧 是根本是相应到 但是正德的这个涅槃 为什么不空姓 后德志没开发出来 所以呢 这里说 你不掉在向上 你广学多文 你才知道一切法 为什么确实叫必尽空姓 空姓的原因是什么 不增不减 不来不去 染污不得 空姓就是指一切法 本来就是亲近的 所以你说我们的慧香 是什么 这样正德我们的称作叫慧香 那之后广学多文 乃至度尽一切众生 不掉在向上 就是相应到我们本质具足的空姓 会叫根本质才相应到 所以你这样广学多文 度尽一切众生 才是真实的在相应在做 不然你做不下去 众生难度 度不完 学要学到什么时候 你听过一般如学的人 一般人说 活到老学到老 你真实做了吗 你做到一半就数百几 不是人干的 太辛苦了 因为你掉在向上 你没有跟你本质具足的空姓会相应 相应这个空姓会是跟佛一样的 一切法必尽空姓 你毕竟空姓说 小圣我赠得了这个涅槃 阿罗汉果 就有这个实际存在 一切都空姓 所以说 这里就谈到问题了 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 你只知道钉在向上 却不知道如何应用这些法 你看 你就被这个向给绑住 你不会去应用它 代表什么 这些法你尚未真正融通自在 你要融通自在 你就发挥最大的作用 就能够舍得干净 放得下 放得下就你要提起来 用它帮助众生 你都能够用得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什么 透脱法身 所以大大战地步 我们才称作具足 真正具足五分法身香 那这里要谈到 那个香 唐老师 哦不是 对唐老师举出来 什么智慧火 烧纳抽象的五价真香 这是真实的庄严 佛身 是真实供养如来 那师父说 烧香供佛 是外表的形式 他说他自己的母亲 很恭敬佛 以前他有钱就买最贵 最好的谈下来供佛 他认为自己吃的 用不好没关系 那供佛一定要用最好 因为这样的心没错 但 他说他的母亲 还是烙在向上的追逐 那就不是什么 烧纳抽象的五价真香 所以师父说 学佛人不要烙在向上 供当然是用最好向是对 但并不是说 供最好的才教是最浅诚 听到这句话没有 应该量你的能力 你现在的因缘 尽心去做就好了 就对了 而不会说 那你这么富有 那为什么 不去供占一个最好的才教教师 是最虔诚的 你就在那边怎么样 起心分别计较了 所以这里又讲到 听到的佛法 师父就会实际用在生活上 你看 这就不会是说 在这个六祖大师 唐老师怎么说 那一样化佛 他就会举出 广论有讲 做布施供佛的时候 路边野花供佛的福德 也不容小叙 可比你大供养 你听过 看过法华经理 那个小孩子玩沙 看到佛经过 好高兴 就把手中的那个沙 捏成像佛一样 或认为他最喜欢的 那个东西 把它捏出来 做出来 然后拿去供养佛 那一般人说 这个沙能吃吗 你怎么在供养佛呢 他把心中认为 最好的把它做出来 就像我们 每两个月就有一次的 这个交小朋友 捏那个陶土 捏各种捏汉堡的 还有捏冰棒的 捏好多好多好多的形象 你把你最好最漂亮 用你欢喜心 把它做出来 其实说你高兴的时候 你当下就供养你自己的佛 自信佛 当下就供养你教你的老师 当下就供养你在座的父母 还有当下供养所有陪着你的人 看到好欢喜 是从小菩萨的手 捏出来做出来 是他的生命 投入在里面的一个作品 那这不一样 所以师父说 总之能发心以真正的无相 每一念都不要掉在自己的私情的德式相上 太好了 心里不要想说 普通一点的相 功德就少一点 我内心就不安 有点不安 实际上是什么 所有的一切供养 不是为了庄严佛 是为了庄严我们自己 说的太好了 佛陀都已经福报 智慧都圆满了 还需要你那一点供养 他会怎么样 锦上添花吗 佛陀都讲不真不减 所以师父说的果如 师父说真好 这一切供养是做啥 庄严我自己 什么意思 至少你不会吝啬 哎呀 然后那么多出去 供养出去 我就没得吃 没得穿 会怎么样了 实际上 你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而你能够供养出去 就舍出了自己的千灵千摊 让我们的菩提心的门越来越宽 然后放出了光芒的智慧 能够更明白 越能够舍得的 越能够收获更多 因为舍得什么 你的自私心 你的智慧的这个作用就越来越 力量就越大 就能够包容所有跟你考验 或种种一切呢 要迷惑你的境界都动漢不了你 因为你智慧的光啊 越来越强大 所以古路师傅说这不是为了庄严佛头 是庄严我们自己 所以这时候智慧的光就能够善于财量 取舍之后尽能力去做 那就什么 善是功德 善是因缘 你看你的智慧就善于去怎么去做 安排叫财量 然后取舍就家人的安排怎么样 供佛的是怎么样 然后从世间的这个 去做慈善的怎么分配 你能够尽力做 各个都照顾好 这叫善是功德 善是因缘 你所做的一切 就显发你本来具足的功德 签令不见了 你越能舍就越能得 那怎么能得跟舍 就从各个因缘去成就你 所以不是佛头让你庄严到 庄严到你自己 成就到你自己 本具的功德 才能够真实让它产生作用 作用是什么 你舍得出去 而且要舍什么 而且要怎么安排 你都做得很好 没有经过这个因缘 你怎么叫做得很好 你做不到 学不到 用不到 所以你看师父有举出 家里许多食物用品 都是先供佛以后再使用 西藏人的吃喝东西 一定会先供养佛菩萨 作为什么 奉献感恩 代表内心的恭敬 这就所谓供养你们的内涵 供养不是贿赂 佛头我有供养你 你一定要保佑我 家庭的儿女都平平安安 金榜提米 什么什么什么 哪是我们奉献感恩 代表内心的恭敬 然后在寺院内的十方的供养物 不可以随便拿做私人的用 或者是说我要代表什么 去送给信徒或是自己的家人 都不可以 因为那是常住的东西 然后这个常住东西 有谁帮你保护住 山门口有委托菩萨 他就保护常住的财物 若金师父允许就可以取用 如果没有就不可以贪求 你贪求以后就损你自己的福 所以你看那委托菩萨 他手中有一个什么金刚柱 就是这样守住那个寺庙的财物 所以这里我们就谈到 说学佛过程常常警惕自己 不要掉在妄想分别而贪着里头 常常以清净的心 就是有智慧关照 一切法都是清净都是空极的 所以果如师父说烧香什么 烧香如果不能够相应到自己的清净心 也就是没有燃起智慧的火 那这样的话 就所谓无爱无贪 无孽无舍的清净心 所以说 那个香就是非常有限的人天福报了 如果你不相应自己的清净心 那没有这个智慧的火点起 那你说要达到无爱无贪 无孽无舍的清净心 那个香就是非常之有限的 一个人天福报了 你看哦 那只要就相应的清净心 一切都是无爱无贪无染的 他就举出了 哪怕你现在是一个很简单的扫地 减落叶 都要跟自己的清净心相应 那你就在烧什么 烧那个智慧火 就是抽象的无价增相 因为没有心体 所以就是点燃我们的智慧 所以就是不离自己的清净心 所以这个才叫做什么 这个就叫慧香 所以哪怕你那个扫地 不会说哎呀 扫得身体受不了 然后一直秋天落叶又那么 没一下子又要扫地 两次三次四次 然后心里又想我好多事情要做 然后又想我要学习的法门 行门解门都没做 那怎么办怎么办 你看 你会香没用 就把自己画地自现 重设很多的关卡 不是谁给你的 真的 为什么要说 自己本身的会香相应 乃至界香定香 解脱解脱之间香 等等这一切 所以说所做这一切 你认真的去做 面对自己考验打击 不为之退却的时候 这才叫尽心尽心去做 这样才叫做什么 报佛恩 也就是没有任何的亏欠 为什么 你看我们坐享七神 在这里有冷气 所以有教室可以做 然后还有这个电灯 还有电脑 还有音响设备 还有一切录影 有这么多 你觉得你应该去受的这些的 这个福报吗 是要什么 没有任何的付出吗 付出就是你好好的听课 好好听课 好好用在生命里头 帮助自己 要去明心见性 能够见到自己的空信会 跟佛无恶无别 然后由此去做任何的因缘 从事投入 而去开发我们的什么 广学多分 我们的厚德制 这样才我们的佛果的 这个种种的庄严 就会一一开发出 这些功德出来 所以师父说 你今天住在这里 听法学法 都是前人的辛苦 未来山上的道场 也很多人听法 但是都是靠现在的人 护持建设 所以就成就功德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他鼓励我们 善于把握每个因缘 不要有压力 因为很多人常常觉得 学佛以后自己越学越内说 什么都不改 也不好意思 是不是说 说白一点 我们又不是去骗钱害人 心态观念 如果你没有正 跟一个巨族政治界 真的有问题 他们说法师 你要帮你知道 目前化缘 募款的我不敢说 我说奇怪 要不是放到你口袋 为什么不敢说 不然你家这出教人 这个缴这个电费 水费 还有是什么 还有跟政府租的姑娘 拆散地 去银行抢钱 所以你没有巨族政治剑 你就有内说不好意思 那你点起真正的功德法身香 就是不可离开清静心 跟智慧观照 你观照 又不是为我自己 现在建设需要 这些的善款来支持 才能让大家以后 有一个安心半道的地方 要去跟政府租地 不然那个中间是政府的地 你又不能够踏 你用飞 你有神通 你有轻功是不是 还是你有一架飞机 直接飞出去 飞出去也是靠到 人家土地上的上空 所以说 这就很多 你智慧观照 去说这些话 你平常难以其自 觉得很不好意思 你不会为各籍 而是为了道场 种种能够提供 让相应的人 来这边用功搬到 有一个道场 让他安身立命 所以师父就说 我们每一份的发心努力 都是经过我们以前 多生累劫 发心经济用功 你今生才会觉得 能够接续下去 才可以感到 不可思议的力量 所以我常常讲 为什么会遇到果如师父 怎么会听到这个佛法 就这么的一种 相知相惜 很熟练的感受 只是道不得 说不明白 那怎么回事 所以 师父就讲说 那五分法身相 虽然是法尔具足 人人本是具足 最后讲到 解脱果位的正德 乃至解脱自荐的圆满 还是要靠发心去成就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佛身本来就圆满具足 何必再去庄严呢 果如师父举出实例 佛陀为阿纳律 那时候 被佛陀喝赐 听经的时候在睡觉 然后被喝赐以后 知惨知愧 精进发 用功过头了 眼睛瞎了 所以佛陀 又叫他 这个眼睛的 天眼明的 他也成就这样的三昧 那还没成就以前 他呢 在穿针的时候 穿不到 他说 哎呀师兄 有哪位来帮忙我 来穿针引线 佛陀经过 他那地方听到了 就进去 为他穿针引线 这个庄严 是相应到真心 虽然仅仅举手之老 但不是为了要 赢得慈悲的赞赏 或弟子的感激 也不是为了 面子跟光诚 都是一种 清静心的流露 你看看 穿针引线 就说 那么小小的事情 何足挂齿 那是因为 你清静心的流露 说呢 在微小的善 连佛陀 叫做福报 都圆满的 人就去做 他要增添什么吗 没有 是清静心 自然流露 而谁算的因缘 去做了 而已 这样罢了 所以 所以希望各位 听到这些法用 放在你的生命上 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我们接着看 在佛陀教我们说 戒定慧三学 对不对 那这是佛陀 在四项上 教化 接引众生的过程 那这个接引四项上 就要让众生 证悟到 礼地上 的智慧 是跟佛 一样的 也就是都是空极的 而六祖大师呢 是把种种不同法的 宣伏 而回到 自己的生命 都是自己 清静心 所流露出来的 所以一个是方便的 向上 让众生由迷 而转悟 而六祖呢 直接就是把佛都教我们 当下我们的 就是清静圆满 跟佛一样的 所以呢 佛到最后教我们 也是说 不从外再修 学习 也不是佛听完了以后 自己呢 去身心履行 说我才得到 才证得 而是什么 听了以后 知道问题 是错误 而放下这些问题 而当下就知道 你本来具足的是什么 有戒 有定 有慧 有解脱 有解脱之戒 种种一切法的功德 所以这就是什么 无私自自然自 知道心地 信地本来空极 所以呢 你看 古罗师傅呢 就自己相应的佛头说讲 我们自己智慧就是如此什么 连这些智也是不可得 所谓什么无智亦无得 佛陀在心经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如此才叫做真正的 不离自己的亲近心 而一般世间的人学习什么 广学多分是要去堆积争议 那是向上用功 而实际上 向上是什么 是无相的 是空极的 是不离性的 是性相一等的 一如的 所以我们不了解以后 那就变成什么 在堆积了 那个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了 那就远离真正的智慧 智慧跟虚空一样 跟所有一切法的性体是什么 无形无相是空极了 那空极固呢 我们常常信上的空极固 要起种种的作用 才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世间才能够从 种种的这些缺陷不圆满 而才能够成为一个 清静安乐的一个国度 让大家能够很舒适的 活在这上面 运用在上面 所以说这里说 我们的智慧五行与五相 就从空性五行五相起的作用 那用的时候的 了了清楚都不可得 无自性是空性的 所以用过以后 有没有所谓的智慧存在 就没有了 所以说这里就要回应到 刚才讲的说 如果你不相应到空极 那你就是在前面讲的 光不透脱 因此如何能够 真正的长体智慧观照 不理清静心 是怎么做的过程 去检验自己 清楚一切诸法 当下就是界定会 当下就解脱 当下就解脱之间 因为一切都是极灭空极的 而展现它各自的这个作用 就有界有定有慧 有解脱有解脱之间 你不要认为他们是不同的 都是从我们的什么 清静心所流露的 仁严静叫什么 妙弥真心所显发的 一样的道理 那谈到界跟定也是如此 所以说这里谈到 果律师傅跟我们讲的 佛陀教我们的修 是把你原来的错误放下 让我们体验到 或亲自印证到 或见到原来真正的本相 是无相 是空极的 所以才真的用功相信 从本到末来观照 掌握的本你看重要的地方 那个本 那个末太多了 你一起心动念 无明生起 就无明就因缘和合 很多的这些生死的相就产生了 所以你要从无明的这个本 本来就是空极拿来的一个石有存在 本来就是明 是无师制自然制 跟佛一样没有差别的 所以从本好好去掌握 那末的应用就没有问题了 那如果你从末上寻根 就刚才我讲的 处理不完 好像进入迷宫 让你处处觉得不自在 当你正常的时候 你手脚你会怎么动很容易 可是有一个任何部位 受伤了 比如有病痛的 那你要做简单的复健 都很困难 所以我们尝而怎么样 我们都很好 没有问题 你认为这叫正常 碰这个正常就是清静心 那离都正常的时候 你反而没有觉察到 它是正常 当你觉察到它正常 那你就是不正常 是啊 常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们常说 人在福中不知福 然后等着产生问题的时候 它本来就是无常 有变化才叫正常 然后你不接受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我不是很养生吗 也很有规律的生活啊 也常常去做供养啊 也去做运动啊 心情也都放很快 怎么会碰到这么灾难的事情啊 所以说呢 禅宗呢 教导我们原来都是如此 是正正常常 为什么 有任何的变化才叫正正常常 因为任何变化都会因缘和合 它就陷起这个像跟这个作用 所以回到心地本来无非啦 本来就是 无非就是没有生 没有灭 没有动 来去 所以说 这就是定 我们心体本来就定 本来就具足这样的功能作用 那所以呢 而且自己 很容易去 怎么该提 怎么该放 都清楚明白的 因为心很安定啊 该藕断失联的 该要怎么截断的 毫不怎么托泥带水 那为什么我们会变成障碍 本来取舍就很正常 但是你把它想多了 复杂了 那就变成障碍 为什么因为你有的贪啊 想要这个不要那个 那就变成生死 然后这一些的取舍 它本来就智慧一种妙用 该提该放 自在的很 本来就如此 所以说 这一个这些的 我们都能够呢 按照佛法呢 自己在自己的生活的待人接物 或起心动念之间 都相应到一切法 都是清净圆满 因为都是音乐所生法 而所生法的当下 那个体跟性质 那个主体或心体 跟他原本的法的性质 就是极灭的 所以你要很欢欢喜喜的 自在的没有任何的障碍 去接受所欲的一切 那我们这里在谈到 这个唐老师呢 特别举出说 这两个不要轻易读过 就是不可 成空首级 要广学多文 这个其实在前面呢 师父国度师父也讲了很多了 所以这个我就 不再去做说明了 我们看到这个 禅门行人 悟前考功夫 悟后考见解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 你有没有用心 去参就这个话头 或者是这个末照 有没有落实 就像说考这功夫 什么意思啊 你打坐是怎么做的 而且坐在当中 你身心境界变化如何 你清楚明白吗 那清楚明白 知道这些都如会 像你相应的吗 所以说 一个做师父 自己有这方面的体验 一看到弟子们 是什么状况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说你骗不了 这些明眼的人 那悟后呢 考见解什么意思 真正的知音 是能够相互体会的 说如果只有单方面的理解 那就落在空气里头啊 你想你的啊 我干我的啊 两方面都没有交集啊 那考见解就是 知道心性就是这么清静圆满 这么善于作用 来帮助别人去年解福 那方法你都用的很纯熟 都不假思索 你有没有个我在帮你啊 我有那个对方的事情多棘手吗 那个人很难搞 都没这些问题哦 他举出赵宗和尚 赵宗禅师被问到 不带一物来的时候怎么办啊 他问的这是一个境界 问的人很清楚 其实就是在告诉被问的人说 我现在已经修到不带一物来的境界了 好好你看多臭屁 认为还有一个我在修到呢 什么都没有都放下都是空级的 那赵宗禅师当然不能够只在文字 或经节上来回复他 所以像是说经典上说 这时候连这个空也不可以停留 不可以落在法身里或成空守级 那这法身的病哦 如果照着和尚也这么样 般弄经教上面的道理 给他一个处理的方式呢 这样就是不是那么的善巧了 那问者一方面是他展现他自己所修的体验 那二来也是什么 请就善知识给一个指导 那能够有这样体验的人 其实也早就已经知道 里面内涵是什么了 也就是要考 那考什么 考问对方的境界程度 所以这叫什么 互相体会 就比如说 你遇到剑客 两个遇在一起了 你就要拿出剑来啊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拿你的剑 我拿我的刺手空拳 在那边比来比去 两个都没有什么交集啊 所以赵州和尚不讲长边大道 就说放下 这句话呢 赵州和尚已经给对方了 这个最好的解道 因为我已经修到不带遗物来了 你认为还有这个遗物的境界可得吗 就你放下 所以说这就是从经典里面画出生命的活用 再问这个弟子咬着不放 追着不放 既然都已经不带遗物来了 还为何还要放下 意思是空空没有东西 放什么放 放空气 那这个表示问法的呢 已经正道了 连这个空都没有了 连空也不住了 那何必再放下这个空呢 那不是穿个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那照这回好啊 那你拿起来带着走啊 你居然说没有任何东西啊 那你就带着走啊 那带着走 这里不是说有个东西带着走 这指广学多文 就不沉寂在空极里头 而能够去善用运用它 就这样子就可以处理法生的两种病 一个是着在空极里 一个就是刚才不知道转身 所以赵宗和尚说 那你你如果没有怎么放 那你就拿着带着走好了 所以修行 要到这两个不沉空里面 也知道这个心 心的种种的性上起这个妙作用 叫做转身 这两个真的过了 那才叫什么 明心见性 那这里谈到 就前面讲的 这个成功守极 你不能落到空枉 那就外道的空枉极 极呢 室内守悠闲 那么还是怎么法承分别隐士 非正真的禅境界 第二个不能够落入到孤陋寡闻等等 所以这里就谈到 我们心常常守住 没有任何念头 静静的一切皆无 这样的参禅修行 对吗 师父说不对 为什么 还是掉落在自己的心意识 攀在所谓清净无相的相上 你看无相就无了 他还有这个清净无相的 这个相还是存在 那这个是什么 就法承 实际上法是清净无相 但说相就停在相上 说空就停在空里 那就是内守悠闲 仍然在法承的分别 实际上没有一个可分别 一切都却毕竟的空极 那这里为何说隐士呢 因为心里的法承那个相 似乎就是眼前的一相那样真切 其实那个相就是一个过往的影子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这里谈到 即使像枯木死灰 看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念头 仍然是一个守世鬼 你看师父为什么说这样 因为他守着一份空极的死尸体 没有活出 活活活活活活一个真人 处处都是解脱自在的 所以禅宗里头常常告诉我们 不可以在冷水里泡石头 我问大家 石头放在冷水里能够泡出什么 泡出青苔吗 一整个动也不动 也就是没有个智慧的关照 那一个说 这个不要落在这个空王枯极里头 另外一个说不能落在孤陋寡文 孤陋寡文就是没有善巧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面对了不同的人事物 你就无法能够怎么把它表达出来 比如说你要教人家 做这个陶土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从哪个地方做 怎么捏捏到什么形状 甚至那个材质 还有那个重量分量你都要清楚 还有碰到做的那个有问题的地方 你会强调 这里要捏紧怎么样 力度怎么样 这就是善巧 你有学过了 你会讲得出来 不是你会做而已 所以真的 所以佛法告诉我们的因缘所生法 有哪个东西是最圆满的 没有通通是圆满了 我们家就也是圆满了 通通是圆满 你不要说怎么做才最圆满 就本身每个都圆满 你要分哪个怎么做才最圆满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每个法就是那个像 它刹那刹那在变化 它在变化之前 当下给你认知到那个就是圆满 然后下一个又不同的那个像 它当下那一个也是圆满 所以你不要比哪一个叫最圆满 所以师父说 都是持续变动不已 变动不已之中也有不变 但不是传统的阴阳观念 所谓大道无形没有形象 可化育事实 这是道家的 事实变化天地不变 这与佛教真正的空色 色空思想不一样 佛法也讲拿来辟喻解释 但是把实相变成大道 因为大道变成有一个大道无形无相 那你就会落在有个无形无相的东西存在 因为那个大道 以无形无相存在 实际上 你无形无相就没有任何可以存在的 这种概念存在了 那我们是不得已 佛法不得已给一个叫清净心 那我们众生就听到 有一个清净心 要给一个佛境 那就掉在佛境 很多参禅就死在这里 所以师父建议我们 多去看映顺老法师 他整套的这个什么 妙云集 他把这个真正的因缘观 就是在讲中道思想的中道观 诠释的非常好 国度师父就家师 常常说他以前把运顺老法师 这整套的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 所以老人家 对一般人不明白佛法讲的 这个真正因缘观的中道观 把这个真心常注或常注佛性 都讲成认为一个真实存在的 然后落入到什么 犯我或叫神我老人家应酸老法师 对这方面的论述他非常反对 禅宗确实也这样 如果听懂我讲的 就一切法听到 国度师父所讲 你就不会陷入有一个常注的佛性 那也不会落入在那个空 叫做断灭空极里面 而佛法讲的这是什么 中观 中观讲是毕竟空 但是空里具足的一切的万法万物 所以没有一个所谓的常注 所谓的常注就是什么 就这个空性这是不变的 是性上的不变是空极的 但空极的性上 它会产生一切万法万象 所以没有一个所谓常注 是什么 生灭不移 所以才说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所以即有即无 称作非非 你认为这个非不存在 也不存在 叫做再一次的否定非 所以这是建立在整个互相 依存的关系上 这是中道观也是元起观 你不掉落在这个色的一边的存在 也不掉落在这个空极 叫断灭虚无 没有 中道 所以中道就即色 就是空 而即空 就是色 叫色空不二 这就是中道 所以师父说 如果你把这样中道观也是元起观 你这样的解释 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样的依存关系 还会落在有一个 依存的关系 你说不离开一个 也是这个当下就是 然后他就举出 我们手是不是正反面 有两面才是完整的手 同样的道理 你仍然还会觉得 有一个空可得反之 也可以将毕进空 当作一无所有 又又变成断灭 他听懂 我师父这解释的真好 你中道观也有依存 但是你不要认为 有一个真 连中道的这个也不可得 所以他讲说 守的正反面才叫完整 对不对 好 那你现在那个完整 你就认为说 有一个空可得 或者说 有一个什么 一无所有的 这个就变成断灭了 所以呢 成佛也是多余的 无佛可成 所以这都产生问题了 所以这个 在一开始 佛特讲的般若 空一切空 但是众生 无法体悟 反而害怕 把他当作断灭 无佛可成 那我修什么 所以才有讲为事 为事叫圣意有 圣意就指空极的 这个道理 而产生的这个有 这个万法万物 所以你万法万物 不要当作它实际存在 因为它是圣意 所以说为事比中观后期 那为什么为事提出 与中观相对的论述呢 因为为事的思想里面 有一个原成实质 也就是如来藏 那至于有一个阿赖耶士 所以必须有一个如来藏的东西 你自己最后才可以修成佛一样 没有呢 就不可以成佛 所以主杀不能成饭 竹敏就可以成饭 等等这样的因果 所以以藏来讲 如果你看不明白 就要去看应老的讲述 可以了解 什么佛陀讲的如来藏是什么 也只是在说明 那一个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的东西 本来就空极 所以叫做如来藏 所以依旧没有形象 只是给它一个假名假名 所以称作为事 所以事就是没有一个 永远不变的心体 事是什么 一直变化一直生灭 对呀 我看到这个人 我就能够认清他是什么 我做这件事情 我就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个 里面要用什么方法去进行 所以这个就谈到了 这个中道观是因缘和合的当下空极 来讲究竟真空 所以这两个呢 都具足了才叫做真正的圆满的缘起法 又有因缘和合的假象 而假象的这个当体又是空极 所以这个才叫中道观 就是所谓的色空不二 色即是空 而且空即是色 所以缘满的缘起法就是常住真心的佛性 也就是禅宗的核心 缘起法不是只有一边 叫做缘满的缘起法就是常住真心 也就是指我们的佛性 所以诸法的实相来讲 当然是必尽空即 所以也没有一个佛性可得 也没有一个清净性可得 但是千万不要掉入到断面 也说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他才有一种转变的为世 说有如来葬 每个众生有佛性 所以你转这个世 分别的世心成为志 本有的智慧 那就可以圆满成就 所以波罗系是往空 性空上表达 然后为世是从妙有来诠释 禅宗是怎么样 一定要有空性慧 那才能够善事因缘 所以果如师父说他一直强调善事因缘 就是六祖大师讲的是什么 解脱知见相 你要去善观这个因缘 怎么去成就这个因缘 去创造这个因缘 所以禅宗与路 都比较偏向空性的发挥 那为世呢 为世有是什么 三昧的教导 是比较少 所以说理论上的建立是比较完备的 在这方面是草动中 但是他在事项上也较多的说明 像有什么君臣舞会 父子关系这些的形容 都是在说明理事一如的道理 那其他的大部分就在法性上 直接透彻下去 其他的大部分是什么 其他的像灵机宗 或是什么归阳宗 或云门宗 法眼宗 法性上直接透彻下去 一一破 破到底 比如造造和尚大概从破上面 从破的当下就是力 不力在外力一个力的东西 但是草动中就会先力一个 很多人不明白就会死在这个力的东西中 实际存在 而不是知道一切法是必尽空极 而空极才能够产生万法万物 绝对不是断灭的 所以你们这方面不懂 师父就是说他能够 这个知见上厘清 然后在实证上又去相应 建议我们多看应孙老法师这方面的 很重要 所以教理上既要深入 那又以六度知识 就是事情上为自己的考验 就是你的礼上 相应到自己本有的空姓慧 就是什么无私自自然自 你坚信体验到真实受用 但是要怎么样 六度万恨去来考验自己所悟的 是不是在任何的这个事项上 都是真正的必尽空间 无欲法可得 所以这里谈到 你没有生力其境 会不知难的 千万不要以为在礼上自己悟了 那在事项上必定圆满 你看你还得必须时时刻刻 不离清净心 然后用智慧 观照生活事项上的种种历练 这时候才叫真正的相应 你的清净本心 是跟佛无恶无别 否则一刹那之间 过往的什么分别还有习气 通通会出来影响干扰你 真的 为什么禅宗是跪在知见上 智慧上 而在禅定解脱 他是在误以后去怎么样 去历练的 所以你看你不再跟迟迟跟千金金相应 过往的习气就上来了 奇怪我也不是要这样 怎么突然火气就上来了 那个分别性就出来了 怀疑的心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 所以有时候自同道合的伙伴 也会因为处理失误的方式 还认知不同就误解了 明明就很好的闺蜜 很好的法律 怎么就产生问题 所以让自己在处在分别里 甚至心里还会反 你看反复预测搬弄是非 你就越想越复杂 越来越想越不对 越想越对方很糟糕 你看就搬弄是非是自己 那就就是什么 这样的状态就是分别之间 为什么 你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来设想 就有这些问题了 所以常常在清心里面 一切诸法哪有什么对错 所以不同的立场 你要与法就跟自己的心 亲近心相依 一切法你有什么对错 只要我是为众生不为自己 那我就让这个应用 我要去培养这个良善 当下你这个心这么想 也这么去做 就是叫什么 我也是讲的转世承治 所以禅宗也是需要你从事项上来去 做这些你的考验 所以考验你所印证的 是不是空极 所以你这样子做才叫功德 因为你不为自己 没有形象为自己求什么 也没有个功德可得 这时候你做到了 就是你本身的功德 就显用出来 发露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修六路的事情上 要相应 否则无始以来的习气 很容易让我们不自觉陷在里面 但是因为一切都法的空极 所以你才有办法 一念转得过来 叫做天下本无事 所能做到修行的好处 是利人又利己 所以真的 这个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那个广亲老师上 他原集的时候说一句话 台语的 没来没去没事情 就是没来没去 就是不来不去 为什么一切都空极 所以没事情就是没什么事情 你们想的那样子 有什么一个恐怖 有一个安乐 都没这些事 所以这里 唐老师举出来说 我们这样子 这样去做 相应这样的清静心智慧的观照 就是达理 知道一切法 都是清静平等 圆满的叫达理 那你用这样的方式 达理就是正知见 正确的观念 去接物 去带人 这样才对 这才不会什么 愧对自己 跟佛一样的佛性 然后才能够真正利益到众生 没有禅了 禅此去伤害到众生 去帮助到众生 所以真正的证悟者 有他的特色 但绝非一意孤行 一定是观照众生的根基 以智慧慈悲来接引一切众生 而且是尽心尽力去做 而且无所求 这就是你要清静的善知识的 这样的你自己的去了解 那我们今天 今天这个第四册 就告个段落 好 那我们共同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元佛境度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库 若有见闻者 喜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